今天天气不错 阳光明媚 约了美发学院去烫一个头发 what is this? You want a cheeseburger? okay 排场队一种 这个汉堡是我最喜欢吃的 美国到目前为止最好吃 它这个面包 心是很软的一个面包 就好 今天到这个美国的美国二十元来烫个头发 从来没有在美国烫过 不知道烫的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美国的我们当地沿湖城的理发学院给大家看一下 环境还是相当不错 很期待哦 我想烫那个韩式的卷发 韩式烫发很自然的那种 然后会给他们看一下这个 我有些网上的照片给他们看一下 让他们有一种感觉 因为美国人的烫发都是烫那种很细的卷的 很细的羊毛就那种感觉很老气 那我想他们那种就微微 就是有一点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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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的就可以 韩英汉沟通了半天呢 他说他们这边卷发是直接 洗好以后涂腰水的没有软化几步 所以说这个卷度不会持久 就是说我要重新找地方找比较专业的沙龙去弄吧 前两天呢去了一个这个美发学校想去烫头发 然后呢他们那边好像是说烫不出我这效果还是怎么 就是说不一样国内部烫头发是要头发先软化 软化以后呢然后再去给你卷上卷 然后再烫 他说他们那边没有软化 所以说烫出来只能保持几个礼拜 所以说我今天呢约了另外一家去看一下 然后他价格比较合理的 65块美金以上吧 然后看你这个头发的量长度来决定 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国家的话 他们这个审美观念不一样哈 然后他们这边女性的呢 这个头发卷是那种羊毛卷很小的卷 跟我们亚洲不一样 所以我想烫一个是亚洲的那种卷 我们去看一下吧 第一次在美国烫头发希望不要翻车 我让那个发型师拿最粗的那种 因为我要烫那种微比韩版的嘛 韩式烫发所以说要很粗的那种棒子来卷 不是那种细的 细的卷就是那种很少的那种 这不是我要的效果要粗的 今天又失败了又尝试失败了 他跟我居然说他们这个 而且没有最粗的卷 是这样卷稍微细点的 也不是最细就第二粗 然后他出去他进去找了半天 说没有没有足够的卷 只有四个 我就想在美国烫个头发怎么这么难 真的好难在美国烫头发 在我们中国在我们上海 是随便去哪个店里都会烫的 帮你很满意 这边怎么就这么难